下面我们讲 令凡同佛 如来归命门 准题中呢 与其他宗的修行 还是有区别的 那么道大师 在密教心药中 开篇就指出了 与其他宗的区别 依前 险教原宗 就是前面讲的险教心药 需要先物披露法界 后一物 起修 修普贤行海 得离生死 正食身无碍佛果 如病人得好药方 需要自知 分两泡法则 合成福知 方能去除生病 今密缘神咒 一切众生 并因为菩萨 随不得解 但持诵之 便具 辩鲁法界 普贤行海 自然得离生死 成就食神 无碍佛果 如病人 得合成妙药 虽不知 两合合法则 但福知 自然除去生病 显然呢 准题法呢 并不是分两个步骤来修行的 而是呢 义和药 我们再看一下 十大功德的第七 也提到这个问题 若依余宗修行啊 需要广知圣教 明悟真心 然后修行方式正行 若为悟而修 皆非正行 如世人病 需要广知医书 明贤药性 方得呢 治病者 万中难得一也 试之神咒 行门省略 功德甚深 普隐其重 素质无提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见准题宗 与余宗修行的 另一个区别 以上呢 可以看出 准题原宗的特点 是义和药法 那么不可把它分解成 两泡法和次第法 这种义和法呢 意义呢 比较深谎 非是一般人呢 能够理解的 正如呢 在乳来闺命们所说 譬如灵丹妙药 点石成金宝 送持陀罗尼呢 便凡做贤圣 因为啊 准题咒之功德 非常殊胜 陀罗尼的功德呢 不可思议 当你呢 送持真言的当下 你的身体 已经就同 乳来三叶了 无需呢 再按次第法 来修行 当下的一句 陀罗尼 当下的一句 准题咒 这种当下的圆满呢 是无需你的造作的 或者凭呢 个人的意愿 把它呢 强分成空有两部分 辱来之身呢 本具 记录法界 是圆满功德 本字 圆满的 神变书超云 这句话我们要记起来 真言行者呢 能令三叶 记同呢 本尊三叶 真言行者 你修持 准题法 持送 准题咒的当下 它就是圆满的 它就是完美的 你持送准题咒的当下 你的身业 即同辱来三叶 甚至 当你持送的 咒的树木 刻成 达到一定程度 刻满时 你的身与业 所作的善恶之业 结成无漏法门 刚才是讲呢 你持咒的当下 你的身与意三叶呢 同辱来三叶 当你修行到一定阶段 你即使不是在持送 你即使是 你在骂人 天龙跋步啊 听着 都是凡与生 大悲心 陀罗尼经允呢 持送陀罗尼者 口中所出 言音呢 若善若恶 一切天龙 闻之 皆是清净法音 我们在这里呢 就有两点认识 准题原宗 无需 按次第修行 那么持咒的当下 即同辱来 准题法的刻诵 到满数时 身与意三 所作之善恶之业 皆变成呢 无了功德 甚至呢 从你口中 所出的话语 无论是善是恶 一切天龙跋步 闻之呢 皆是清净法音 当准题法 修持到一定阶段 你的所作所为 语音若善若恶 所有听到你声音的人 都会得到很大的利益和功德 甚至你的身影 硬到他的身体 都会消去他 无始以来的 五逆十恶的罪业 这就是呢 准题咒的 令凡同佛 辱来归命们 不可思议的功德 好 今天呢 我们把十大功德 基本上也就讲完了 这十大功德呢 我觉得呢 对于持咒的人 修行到一定阶段 也是应该有所了解的 一呢 是对准题咒 增加我们的信心 当我们的信心增加的时候 我们的持咒的 这种效果呢 就会随之增加 当我们对准题咒 准题法的 原容特点 理解的更深入的时候呢 就更能坚定 我们持咒的这种决心 那么他们呢 都是相辅相成的 当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诚心 更加坚固的时候 那我们的功德 就会更加广大 同时也希望 大家对准题法 准题咒的信心 也能够与日俱增 同时也祝愿大家呢 能够所求事成 在世间 初世间法上 都有所成就 来光显我们的准题宗 准题法广播 国学院静置 三达五点 准题法点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